同学们 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子鹿 与孔子年龄相仿 他很忠心地追随孔子 为人直率 对父母特别孝顺 今天的故事 就是子鹿和孔子的一些对话 我们来听 他都说了 子鹿面见老师孔子说 背着重物远行的人 不会选择休息的地方 家境贫寒 父母年纪大的人 不要计较 俸禄的多少才做官 过去 我奉养父母也是这样 自己经常吃一些粗烈饭菜 而不辞辛苦 从百里外的地方 给父母背来大米 供父母吃 父母去世之后 我跟随先生到南方游历 来到楚国 坐着华丽的车子 吃着丰盛的菜肴 可是心中 可是心中 十分怀念逝去的双亲 如今 很想像以前一样 自己吃些粗茶淡饭 给父母背粮食 却也是不可能 不可能了 同学们 从子路面见孔子 所说的这番话中 我们不难想到 子路背着米 走百里长的路 一定很累 可他为什么坚持不放弃呢 因为子路 为了让父母 吃到有营养的饮食 从而来实现自己的孝心 从这个故事中 可以看出 子路虽然对父母尽力赡养 但想起 父母没能够在生前 享受到好的衣食 仍然非常的内疚 他曾对孔子说 伤心啊 太贫穷了 父母活着时 没有什么好东西 供养他们 孔子教导他说 活着时 生活虽然辛苦 但尽力让他们欢乐 这不就叫孝顺吗 同学们 这个故事 对当今的孝道 有什么启示呢 对 行孝要尽力 要及早 不然 等父母去世之后 我们也就会 像子路一样 想去自己吃粗茶淡饭 给父母杯粮食 却也是不可能了 同学们 子路能不济劳苦 到百里之外 悲蜜回家 奉养父母 由此 我们怎样理解 古人尽孝的这份心呢 百里的父母 路虽然很长 却是一条行孝的路 虽然艰辛 心灵 却能享受静孝的踏实 与幸福 这也体现了古圣先贤的人生追求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大家说对吗 大家再想一想 做子女的 为什么要不辞劳苦 尽心尽力地照顾父母呢 因为我们的父母为家庭 为孩子 不辞辛劳的付出 理应收获子女的慰藉 特别是到了晚年 他们更应该得到孩子们的照顾 你们说是吗 同学们 子路父米这则故事告诉我们 要学会把辛苦留给自己 把甘甜献给父母 要让自己走在行孝的路上 让生命中多一些充实与幸福 你们记住了吗 家长朋友们 始于孝道的教育 就是让孩子学会做人 家庭教育 是孩子成长的沃土 父母在这方面付出 就会获得最大的收获 自古注重培养孩子 良好品德的父母 从来没有失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